我可以繼續留意在網易 因為它本身是手遊業務 你看到它只是整體業務 也平時穩穩 另外也有做些教育 或者是其他文娛、音樂案相關等等 但主要是手游,手游那一篇是一個不錯的增長 你下半年相信增長一定會維持平穩 我相信近兩次的版號都未有份 但接下來我相信怎樣都應該會維持平穩 如果它真的維持平穩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不錯的出發劑 就算沒有也好,下半年你用你耳批和耳油的遊戲 相信可以支持到一個不錯的增長 所以如果股價有機會調整下來 我相信是否很深,我相信是未必的 可以等一等,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150元 或者樓下負貧金水平 就開始進行一個收集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一種可以留意的部分 而且受到行業監管的影響也是相對小 再加上你遊戲版號方面 未來它會再好停,不再批 那個情況我相信已經是不同了 即使是不發覺月批也好 應該是隔一個月應該都會有出來 整體生態環境應該是會回復一個正常的狀態 但是對它整體整體生意營運 遊戲方面會好 以及看到其實近期來說 整體的教育方面 好像也是做好一點 教育方面的氣氛 我都會帶動得到它有少少的正面幫助 所以如果真的有機會調整下來 我覺得這隻是比較 然後無論你業務又是找什麼意見 還有你的股價 看回股價 你是這麼多隻科技股來說 其實相對上是挺強的 為什麼要選這隻呢 就是一個以上幾個原因 如果有機會回到回到150元左右的部分 我覺得不妨在口下 或者甚至現階段 你不是說可以防守性 或者你本身的風險承受能力強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分開三柱 第一柱 不需要等太遠 可能在8-6元這些位置 再回落多一點點 大家有沒有機會先抽獎一柱 第二柱先試看看 有沒有機會在8-5元左右附近的水平 可以抽獎 如果真要有機會落到了 人之後就會回藏到達後 第三柱先再長大 分主吸納 你不會有機會失救了